到第三個醫生 我就跟他說 欸 你脊椎滑坡了 他會有一點點壓碰到你的神經 所以我腳都會麻 滑坡就是要去做復健 然後慢慢 不用開刀喔 不用開刀喔 但是他要做長期 他就是變成跟你一輩子了 鬼片當道 咒已經賣破一五千萬 妳是不是沒眼過 我想鬼看到我都會害怕 為什麼 因為你要想 如果我 我真的很想 我只很想 希望有一個這麼開心鬼 可是重點 你想想看那個 如果真的到去的話 我把它放在那個拖車 很多人要拖很累耶 而且鬼如果要飛的話 很多人要啊 也很累 但是我還蠻有興趣的 鬼嚇鬼還好 人嚇人會比較可怕吧 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大家都沒有到那裡鬼街 我想大家應該都覺得 我是喜劇點人吧 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我之前有說過要休息 但沒有休息那麼久 是可以出來的 因為有一陣子真的是太累了 就一次兩部電影 把都在台中拍 那個真的很累 那個是 夢沒沒這麼累的 是有累到身體的 其實那時候有 因為剛好 那時候也想要養生子 如果年輕一點的話 那時候還想 有個夢就是想生小孩 而且後來不太累了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 好好的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就是順其自然 然後也不想圓這個夢了 因為大家聽到就說 我可能會休息 感覺好像會休息很長 沒有沒有 就休息那一陣子就好 那姐妳腰椎滑脫是怎麼狀況 每個人照片子都會不一樣 我照片子的時候 我給這個醫生看 這個醫生說 還好 只是骨頭有點點不一樣 再另外一個醫生 還好沒什麼事情 我說真的還假的 到第三個醫生 我就看他說 你脊椎滑脫了 我說滑脫 他說因為脊椎滑脫之後 他那個好像又變成這樣子 還是什麼 他會有點點壓碰到你的神經 所以我腳都會麻 我一直在找這個問題 我以前出外景的時候 我有摔過 躺過 你知道嗎 就滑下來 躺過 但我想 那時候年輕應該還好 後來是有一次 大概幾年前 三四年前 我從床上掉下來 我床差不多有這麼高耶 我從床上掉下來 我是做夢 然後我整個就這樣 砰 我現在聽到以後 欸 人呢 然後我就 我在這裡 然後他就抱 然後說 你怎麼會睡到地上去 我說我不知道 我怎麼掉下來 我在想那次 應該是有 那時候的不痛 之後才慢慢的 因為 說真的啦 這時候天氣也變化很大 整個年紀的那個關係 所以很多很多的變化 都產生了 還有我穿高跟鞋 那個也是一個 還蠻危險的 阿托就是要去做復健 然後慢慢 不用開刀 不用開刀 但是他要做長期 他就變成跟你一輩子了 你只要有感覺到痛 或什麼 你就趕快做那個復健 拉拉拉拉 然後手是脫去 欸 不是 我一直以為是 我以前跳舞的時候 好像是做前橋吧 就是有點骨折 後來才發現 每個醫生講的又不一樣 我到最後 第三個醫生講的是 他是那個 大家都知道 沾黏那個是很可怕 那個真的是會手麻會痛 根本沒辦法抬起來 對啊 現在就只能也是復健 那個吃藥什麼都沒有用 只有止痛 能排太激烈的死吧 有種毛病就是 像我們有這種症狀的 除非就讓你一直動 你就忘記了 我也不會覺得痛 但是如果坐下來就開始 哇 那個痛就開始來 後來我想 對 真的有這種症狀 我現在只要工作 或什麼的 有動作照樣來 就是 一坐下來休息 我就開始 這個是這半年才開始的 去年吧 疫情開始的時候 很多事情 你都會自己想 對 自己想自己丟 然後就開始很多症狀都會出現 我在想說 其實說真的 有時候很多東西都要看心理醫生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去看心理醫生了 我覺得找心理醫師的話 倒不如就找朋友 大家好好聊天 聊聊唱唱歌啊 就滿好的 一個小時 他就將你拉一拉 拉一拉什麼的 我如果不每天做的話 因為他有很多器材 是我沒有辦法去拉的 而且家裡也不會有 那只能用你最好的方法去做 復健就像拉筋一樣 真的是小事 日中你拉錯就不對了 對啊 那但是只是暫緩而已 不會有好的那個 因為這個你也知道是慢性病 就是跟著你一輩子的 對啊 均勻 你就貴方 看來 看來 對啊 輝不要 都不可以 看來 也那就來 有 你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